清明连续假期后的第一天 台股受到回岛拖累 今天开低走低 那电子金融股带头走弱 盘中指数一度大跌超过150点 跌破了8500点 创下一个月以来的新低 那中场下跌收在8500 13.3点 成交值是965亿元 清明变盘预言成真 连加收价后台股开盘跳空走低 一度灌破8500点 中场下跌144.25点 收在8500 13.30点 成交金额为965.42亿元 也创下了一个月以来的新低 短线来说整个的这个行情呢 是由所谓的偏多的格局 转为是一个往下的一个修正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在于说 第一个外资的筹码 那在这边高档的部分 是否有减码的味道 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所谓的一个 价差的部分是扩大还是缩小 台股叠百点电子金融股带头杀 股王大力光公布三月 营收比去年同月下滑了23% 股价开低加上第一季营收年减两成 中场收跌1.39% 收在2475元 而平盖股走弱台肌电也是开低 灌破月线关卡 开盘就跌超过了2% 中场跌5块收在153.5元 而上周六正式签约的红下链 也逃不过跌了1.8元 红准则是持平 金融股同样也沉沦 国台肌股邦金双双重跌 贬值状况如果持续的话 我建议投资朋友还是先停看厅 然后逢高可能把一些电子的部位 可能先减码 那再看这个所谓的第二季的 这个所谓的数字 如果好的话再parking进来 我认为这边可能是一个 多空的一个转折的关键点 央行一改常态并未在尾盘进场坐价 而今天台币对美元汇率收在32.442元 贬值6.4分 廉价后第一天骨灰双杀 又以电子骨走贬居多 4月中台积电大力光将举行法说会 第二季展望成为观察重点 欢迎许人陈明年蔡建林 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